谁能想到,为了让三个大令儿子结婚,父母竟然拿价值十亿的公寓做赌注 原本佛系淡定的老二毫不在乎,可却被志在必得的老大和老三激起了胜负欲 决定在短期内找一个女朋友,秘密哥哥弟弟的威风 36岁的老二闲在是一家律所的律师 这天,他接受了一个女人的离婚案 为了让渣男亲口承认骗婚的事实,现在让美莱先收集相关证据 美莱按照吩咐,主动约渣男见面,想要收集一些渣男欺骗自己的事实 比如对方学历造假,美莱提出要查看对方的毕业证 美莱十分厌恶渣男,与他相处的每分每秒都倍感煎熬 当焦虑感超过自身的极限,美莱只想离开现场 渣男有些恼怒,承认了自己的骗婚行为 隔天,美莱把收集到的证据交给现在 现在让他做好准备,因为接下来的诉讼还会和渣男碰面 美莱很感动贤在的细心,忍不住感叹了一句 您夫人跟您在一起肯定很踏实吧 贤在突然被冠上有父之名,反应慢了一拍 而在美莱看来,这就是默认的表现 为了感谢贤在,美莱跟妈妈逛街时 决定给贤在妻子挑选一份礼物 不久,渣男打感情牌想跟美莱谈谈 美莱上了对方的车,没想到渣男竟然撕了诉讼书砸在他脸上 美莱彻底对这个曾经深爱的男人心灰意冷 斥责道,明明是他和别人有孩子去保守秘密,跟自己结婚 现在怎么可以如此理直气壮 文言,渣男也说出实情 真实妈妈逼迫自己跟女方结婚 否则就不给自己投资公司 拉扯中,美莱手中的包划上了渣男的脸 让他得以找机会离去 为了彻底摆脱渣男,美莱选择了离职 想一边打官司,一边开设自己的工作室 隔天,美莱约闲再见面 并第一时间递上了为她夫人精心挑选的礼物 贤在把误会解释清楚 趁自己现在还是单身 美莱有些尴尬,但还是把礼物送了出去 让贤在送给未来的妻子 几天后,双方迎来了庭前调解 贤在说出了渣男在婚前的种种欺骗 可渣男却说是美莱的记忆出现了错乱 她曾坦白了自己过去和其他女人同居的事 美莱也接受了这段事实 渣男编造谎言 趁美莱没从自己手里拿到房产 才会提出撤销婚姻 贤在进行反驳 因为渣男的行为属于脑补 把自己的想法当成了事实 双方各执一词分歧较大 法官宣布择与开庭再审 美莱和贤在一起走出调解室 没想到突然接到了警局的电话 渣男竟然控告她对自己实施暴力 美莱的包包在渣男的脸上留下伤痕 这才让她抓住把柄 渣男得意洋洋 只要美莱取消诉讼 她才会消案 现在看着美莱慌乱无措的样子 忍不住有些同情 跟她一起来到了警局 虽然两人解释了前因后果 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只有和解才不会留下案底 美莱感到前所未有的疲惫 她只想让渣男滚出自己的生活 没想到机会这么困难 现在把美莱的情绪看在眼里 决定帮她排游解难 尽快解决此事 回家后 现在打赢出渣男伪造的毕业证书 约渣男见面 将伪造证书的罪责说得一清二楚 渣男没有应对办法 只好同意撤销对美莱的控告 回去后 她打电话告诉美莱 暴力和贾真这件事一起抹平了 但她绝对不会轻易同意离婚 美莱这才知道 是闲在替自己摆平了这件事 同一时刻 渣男的妈妈约见了美莱妈 奶奶怕儿媳吃亏也跟着来了 刚一见面 奶奶就斥责渣男有妻有子 还骗婚的行为 劝渣男妈善良一点 赶紧放开美莱 这样你亏的渣男妈气急败坏地走了 隔天就传来了渣男撤销诉讼的消息 美莱得知消息后 依马跟妈妈和奶奶分享喜讯 因为审判结果出来 自己马上就能变回自由之身 一家人高兴不已 美莱认为 都是贤在的功劳 妈妈则觉得是奶奶出面吓退了对方 美莱感谢娃奶奶后 赶紧跑去找贤在表达感谢 殊不知贤在为她高兴的同时 还有一些露默 因为在相处中 她逐渐被善良的美莱吸引 怕官司结束后 两人之间再无交集 贤在刚发现自己对美莱的心思 没想到初恋竟然猝不及防地出现 让她帮忙打离婚官司 想到殷恩当初抛弃自己嫁入豪门 贤在果断拒绝了她的请求 然而当看到殷恩无助的模样 她又心软了 正当两人交谈时 贤在突然接到了美莱的电话 美莱专门买了礼物想要感谢她 但此时贤在着实不便 只能拒绝了见面请求 和殷恩交谈完毕 贤在将对方送到停车场 两人说话的一幕 被殷恩丈夫拍来的人头拍到 贤在追上去 奈何对方跑得太快 但她回来时 只见殷恩无助的哭泣 贤在想安慰她 但想到两人如今的身份 还是默默收回了手 殷恩哭诉自己 不想把孩子的抚养权交给政府 希望贤在帮自己打赢这场离婚官司 事已至此 贤在不好再拒绝 只能答应下来 美莱的工作室即将开业 想到自己能够开启全新的生活 全都得益于贤在 于是她来到律所 将买好的礼物送给贤在 美莱与贤在的同事海俊熟识 向她诉说了自己单开 干了工作室一事 海俊当即表示 以后律所的服装定制全都交给她 隔天 美莱上门给海俊送衣服 不巧的是 海俊上吐下泻身体不适 于是想让贤在代替自己 去电视台录制节目 贤在觉得自己什么都没有准备 不能硬着头皮上场 美莱听后自告奋勇要帮助贤在 随后 美莱带着衣料上门 给贤在挑选合适的颜色 贤在选中了美莱手中的颜色 可伸手时却触碰到了美莱的手 四目相对间 两人一阵脸红心跳 气氛顿时暧昧了起来 当美莱帮贤在整理妆容时 贤在更是紧张的心跳都慢了一拍 当贤在换好衣服上好妆走出来的那一刻 美莱瞬间被惊艳 节目录制完毕 贤在请美莱吃饭表达感谢 回家的路上 两人一边散步一边聊天 突然美莱脚下一扭 眼看就要摔倒 贤在眼几手快拉住了她 转了一圈后 两人同时摔倒在地 美莱看着将自己护在怀里的男人 小心脏扑通扑通乱跳 两人坐上出租车 美莱困得打起了盹 贤在见她东倒西歪 赶紧用手护住她 看直径在咫尺的容颜 贤在知道 自己那颗被冰封的心正在逐渐融化 离婚判决下来的那天 美莱邀请贤在一起庆祝 可死是殷恩刚跟贤在谈完案件 殷恩看出了两人之间的暧昧 虽然心有不甘 但想到自己的身份 还是失去的离开了 随后 贤在举杯庆祝美莱恢复自由身 两人也趁机聊起了感情问题 贤在说 自己曾经在感情里受过伤害 所以早已不再相信爱情 听到这话 美莱有些失落 回家后更是一直回想着贤在的话 为自己不受控制 想要靠近的心而忧伤 美莱的工作室即将开业 她将事务所给海俊送新名片 没想到殷恩竟主动跟她打了招呼 于是美莱也顺手递给了殷恩一张 来到办公室 海俊跟美莱八卦 贤在和殷恩才是校园情侣 当初殷恩甩了贤在后 贤在一度自暴自弃 如今殷恩即将恢复单身 说不定两人会旧情复燃 美莱听后心里五味杂陈 贤在回到律所看到美莱的新名片后 立刻打电话恭贺她开业 两人通话时 殷恩突然推开门 自古自跟贤在说着暧昧不清的话 电话那头的美莱听到两人的对话 心里很不舒服 挂断电话后 殷恩约贤在一起吃饭 贤在想也不想直接拒绝 殷恩立马做出一副可怜的样子 贤在于心不忍 毕竟两人曾是刻骨铭心的恋人 两人来到以前经常光顾的饭店 饭店老板认出了他们 好奇着 两人是不是已经结婚了 一句话让二人心里不是滋味 殷恩更是流下了悔恨的泪水 如今时过境迁 说什么都晚了 美莱的工作室如约开业 现在送来了花束 让她没有想到的是 第一位上门预约的客人竟是殷恩 殷恩借着工作的名义 间接宣示主权 她言自己想和前男友破镜重圆 经美莱帮自己搭配一套能挽回感情的衣服 巧的是 贤在和海俊开车路过 海俊提议进来看看 贤在没想到竟在这里遇到了殷恩 殷恩装出一副贤在特意来接她的假象 贤在不喜欢殷恩的自作主张 想跟她说清楚 刚转身 头脑一热的美莱竟然出身挽留她 不要走 贤在夹在心欢和旧爱之间 不知如何是好 幸亏海俊打破僵局 问她是去美莱的工作室 还是跟殷恩走 贤在怕殷恩再耍什么手段 选择跟殷恩一起离开 在两人离开后 美莱接待了一位打离婚官司的女人 她帮女人搭配了一套精致时尚的衣服 让女人在丈夫面前振回面子 甚至还打电话给贤在帮忙咨询离婚官司 贤在建议见面聊 当面说得清楚明白 碰面后 美莱把女人的遭遇讲述了一番 贤在告诉她 帮助别人的前提是 一定要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 建议女人找自己的律师解决问题 分别时 贤在叫住美莱 问出了一直困惑的问题 那天 你为何让我别走 美莱想了想 决定遵循自己的内心 鼓起勇气向贤在表白 贤在对美莱也有好感 但她无法敞开心非爱一个人 最终拒绝了美莱的表白 美莱有些尴尬 努力做好表情管理 与贤在约定 以后像好朋友一样相处 晚上 美莱接到了上次打离婚官司女人的电话 女人哭喊着不想活了 美莱怕对方想不开做傻事 赶紧跑去劝解女人 二人吃饭途中 女人请美莱帮忙保管包包 自己去一趟洗手间 女人离开后没有再回来 美莱一直等到饭店打烊 打电话也无人接听 这一刻 美莱意识到出事了 疯狂跑到大街上找人 一阵寻找无果 美莱无助地拨通了贤在的电话 贤在正跟伊恩在一起 听到美莱快要哭出来 她立刻跟伊恩告别去找美莱 伊恩不愿她离开 从背后抱住了贤在 挽留的意味再明显不过 贤在拉开了她的手 希望彼此守好底线 说完便离开了 贤在来到美莱身边 听她讲说离婚女人消失一事 担心对方会出意外 贤在安抚美莱冷静下来 她一边想办法 一边让美莱回去等消息 在两人往回走的路上 美莱看到了女人的身影 原来女人受不了打击 产生了想不开的念头 但当听到美莱的留言时 内心深受感动 觉得这个世界上 还有在乎自己的人 女人真诚地向美莱表示感谢 一旁的贤在看到这一幕 也被美莱的善良感染了 隔天 宠获新生的女人 给美莱送来了双份谢礼 美莱分给了贤在一份 这一次 贤在主动留下来送礼物的美莱 这时 阴魂不散的英恩推门而入 她再次顾忌重施 说了一些暧昧不清的话 贤在不希望美莱误会 只好让她先走 英恩问贤在 是不是喜欢上了美莱 贤在没有回答 面对这个自己 曾经伤害过的男人 英恩由衷地希望 她能获得属于自己的幸福 于是决定添一把火 让友情人走到一起 隔天 英恩去美莱的工作室 拿做好的衣服 回律所转了一圈后 她又回去找美莱 恍成自己求爱成功了 这样美莱心里很不好受 随后 英恩又借用美莱的手机 给贤在打电话 说自己告诉美莱 和她破镜重圆了 美莱看起来很伤心 原来英恩这样做 就是想让贤在 认清自己的内心 勇敢地迈出第一步 不知钱的贤在果然上钩了 急忙去找美莱 美莱也被英恩狂骗到了公园 英恩缓身去买酒 离开了现场 英恩刚走 美莱就看到焦急跑来的贤在 贤在着急解释 英恩说的那都是假的 美莱一头雾水 不知她在说什么 这时英恩给美莱打了电话 让她转告贤在 自己是骗她的 贤在无语极了 想给英恩打电话追问 但在美莱看来 这是两个相互喜欢的人 在戏耍自己 美莱去问贤在 明知道自己对她的心意 竟还玩弄自己的感情 见美莱误会自己 此刻的贤在不想再逃避 美莱不敢相信 幸福来的这么突然 贤在没有给她思考的机会 直接说出我们交往吧 今天就是我们交往的第一天 刚刚近身为小情侣的两人 开启了甜蜜的恋爱模式 已经诞生十年的直男贤在 还不适应男朋友的身份 不会主动给美莱发信息 当说到美莱的信息时 你只会回一个好字 美莱沉浸在恋爱的喜悦中 不会做饭的她 第一次下厨给贤在做爱心便当 可贤在品尝过后 不仅没有夸奖美莱的手艺 反而一直给她提建议 美莱不禁有些失落 但这种小阴霾很容易被打破 只要贤在主动打来电话 一切的小情绪瞬间烟消云散 美莱还会提前一小时 来到约会的餐厅等待对方 可等到最后的结果却是 贤在因为工作原因 不得不取消约会 美莱的满心欢喜 瞬间变成了失望 在这段爱情里 她觉得自己总是患得患失 不知道贤在到底是不在意自己 还是新鲜感过了 不过隔天 美莱再次打起精神 想趁去律所找海郡时 跟贤在碰个面 没想到 却让她看到贤在 跟两个女人聊得正开心的模样 美莱知道几人可能在谈工作 但美莱心里还是有些吃醋 甚至没有搭理贤在的问话 静止离开 贤在这才意识到 美莱有些不开心 她追上美莱询问她详情 美莱说出了自己的感受 她跟贤在交往 真的很没有安全感 完言 贤在立刻反省 拉钩承诺 以后一定会忧心照顾美莱的情绪 另外男友的保证 美莱这才重新恢复了笑脸 夺日的阴霾被一扫而空 之后的日子 现在说到做到 不管什么时候 都把美莱放到第一位 两人享受着甜甜蜜蜜的恋爱 幸福的不得了 可帅气的贤在 实在太招人喜欢 美莱可谓是情敌不断 美莱无意间得知 金编剧喜欢贤在 这美莱瞬间有了危机感 于是把自己的担忧 告诉了贤在 贤在为了让女友放心 再次和金编剧聊工作时 含蓄地表示 自己已经有女朋友了 现在知道 美莱曾在婚姻里 受到过欺骗和伤害 所以才会患得患失 没有安全感 为了让美莱相信自己 她把美莱约出来 安静默默地为她唱了一首歌 两人四目相对 眼中只有彼此 勿忘的一幕幕在脑海中浮现 美莱在男友的深情里 终于释怀 随着两人的感情 日渐加深 美莱带险再见家长 妈妈了解到 现在的父亲是被领养的 就一直抱有偏见 因为她自己也是被领养的 曾经体会过那种痛苦 不希望美莱加入那种家庭 在跟贤在见面时 贤在礼貌有加 但母亲对她就是喜欢不上来 美莱不顾妈妈的意见 又带贤在来两晚院见外婆 外婆很喜欢贤在 认为两人在一起 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得到了外婆的认可 对两个年轻人来说 无疑是一种鼓励 这一晚 美莱和贤在在外面腻歪了一夜 回到家时 妈妈斥责 美莱夜不归宿 让她想想前车之见 曾经被骗婚的伤害 还历历在目 这么如今爱得义无反顾 美莱埋怨妈妈 戴着有色眼镜看待贤在 母女俩互不相让 大吵了一架 不过隔天 因为外婆突然受伤 母女俩终于可以 心平气和地坐下来 向对方道歉 表示会站在对方的角度 考虑问题 贤在知晓美莱妈 一直在两晚院照顾外婆 一试亲自下厨 做了便当带过来 这让美莱妈很感动 尤其看到贤在 主动握住外婆的手 亲切交谈时 母亲对贤在的印象 彻底改观 感觉她是个善良的孩子 也许 可以给女儿美莱幸福 贤在一把 跟美莱交往的事情 告诉了父母 妈妈大致了解了 美莱的情况 坚决反对儿子 与有过婚时的女人交往 为了让美莱知难而退 在见面这天 妈妈本想刁难美莱一番 没想到 在见到美莱的第一眼 她就对面前 优雅大方的美莱 产生了好感 分别时 美莱还贴心地 她送上了早已准备好的礼物 一到家 现在爸妈迫不及待 穿上了美莱送的情侣鞋 妈妈更是兴奋的 想出去炫耀 如今看来 母亲对美莱十分满意 很快 现在和美莱举办了订婚宴 现在心急如焚 恨不得早点结婚 把美莱娶回家 可美莱因为上一段 婚姻的不幸 还是无法解开心结 为了让美莱彻底走出来 现在拿出美莱曾交给她 让她送给未来夫人的礼物 甚至是一位委托人 让她转交给未来夫人的礼物 美莱看着自己 曾为别人挑选的礼物 兜兜转转 又回到了自己手里 忽然产生了一种 强烈的宿命感 也许她和贤在的相识相爱 本身就是一场注定的旅程 贤在趁机拿出早已准备好的戒指 申请了向美莱求婚 美莱哭着笑着 笃定贤在会让自己 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于是答应了求婚 贤在和美莱的婚礼 提上了日程 两家人都在紧锣密鼓地准备着 就在这时 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 打乱了所有的计划 闲在的爷爷年轻时 曾有过一段痛苦的遭遇 女儿满周岁时 妻子意外离世 后来爷爷又得了肺结核 为了不传染女儿 爷爷将女儿暂时托付到养育院 本想身体康复后 再把女儿接回来 没想到事与愿违 女儿竟意外丢失了 寻找未果 爷爷收养了闲在的爸爸 即便几十年过去了 女儿依然是她的心结 她也一直没有放弃寻找 巧的是 自从养母去世后 美莱妈也动了寻找 亲生父母的心思 在家人的支持下 她来到失踪人口中心做登记 在美莱和闲在 举办订婚宴的前一天 美莱妈接到警局的电话 是已经找到了她父亲 两人马上可以见面 惊起来的太过突然 美莱妈有些手足无措 希望可以先做好心理建设 再与父亲见面 经过几天的思考 美莱妈来到警局 忐忑不安地等待着 跟父亲见面 当看见走家的老人时 她一时间难以置信 对方竟是贤在的爷爷 爷爷上前和女儿相认 可美莱妈一直耿耿于怀 自己走时后 爷爷儿酸满堂 过着幸福的日子 愤怒之下 美莱母亲没有理会爷爷 同意不回地走了 此时贤在和美莱 还不知道突如其来的变故 戒指已买好 婚纱也就位 直到良辰几日的到来 两家父母为了不伤害女儿 决定暂时隐瞒真相 只是告诉小情侣 婚礼需要推迟一些时间 然而敏感的两人 还是从各自家人那里 得知了事情的真相 恋人突然变兄妹 两人都接受不了这样的打击 美莱为了不让妈妈为难 忍痛提出了分手 被迫分开的两人 整日以泪洗面 思念对方 却不敢打扰 爸爸不认儿子如此痛苦 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如果美莱妈和爷爷 恢复父女关系 并把户籍转到爷爷名下 这一行为意味着 现在和美莱无法登记结婚 爷爷为了认回女儿 主动约美莱妈见面 虽然解释了前因后果 但美莱妈认定 爷爷把自己放进保育院 跟丢弃没有区别 分离长达50年的妇女 短时间的没有办法和解 再次重逢 让两人都陷入了 深深的痛苦之中 为了妈妈 美莱决定取消婚礼 她表面上装作若无其事 但回到房间 却哭得不能自饮 门外的妈妈听到女儿的哭声 那些也感到煎熬 这边 爷爷宣布了取消婚约的决定 现在接受不了打击 从那天之后 每天住在律所 曾做麻痹自己 爸爸心疼儿子的遭遇 为了替儿子解决问题 他告诉爷爷 想退出户籍 成全贤在和美莱 却遭到了爷爷的强烈反对 这天 一直郁郁管欢的美莱 突然胃精卵发作 她不想去医院 身体上的疼痛 能麻痹她心里的痛苦 妈妈看着美莱难受的样子 决心理性和亲生父亲的关系 妈妈打开父亲送来的盒子 看着里面的照片 和父亲在寻找自己的过程中写的信 忍不住痛苦失身 她这一刻才明白 父亲从未放弃过自己 整理好心情 妈妈主动打电话约见爷爷 并当面叫了身爸爸 这场长达五十年的寻情 终于有了圆满的结局 美莱母亲愿意和姨爷相认 但并不想亲户籍 她不想这段父女关系 让一对相爱的人被迫分开 此时 消沉多日的贤在也找到美莱 希望美莱和她并肩作战 跨越所有阻碍一起生活 美莱为了妈妈 忍痛与贤在分离 贤在本以为自己和美莱再无希望 万念俱灰之时 爷爷给她带来了好消息 经过深色熟虑 爷爷不再执着美莱妈回归户籍一事 而是遵从女儿的意愿 以现在的状态继续生活下去 成圈晚辈的婚事 幸福来得太突然 浅在激动地拉住美莱的手 美莱却反应平淡 她的内心充满愧疚 两人感情遭到阻碍的这段时间 浅在一直在努力维护 反观美莱 一直想要推开向自己靠近的贤在 如今 面前的阻碍已经全部消除 反而让美莱感到羞愧 她愧对贤在 无法面对她的深情 弟弟劝解她 她之前是为了母亲的幸福 不得已才推开贤在 如今 阻碍全部消失 美莱应该勇敢表达自己的感情 而不是思考这些有的没得的问题 美莱深受启发 无起勇气抱着花来找贤在 两个有情人在经历种种磨难后 终于回到了彼此身边 贤在将美莱带回家 郑重地向她求婚 两人的婚姻得到了双方家庭的支持 决定办一场简单的婚礼 几天后 美莱婉这现在出现在众人面前 婚礼看起来十分简单 相爱的两人并不在乎这些外在装饰 形式上的奢华 远不如亲朋好友的祝福 和彼此坚定不移的守护来得重要 往后的日子 他们将开启幸福生活的新篇章 甜蜜过完一生 感谢观看起来